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就来拿出我用过的这些眼霜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你们听完之后希望可以对你们的选择有一些帮助 首先我来聊一下关于大家经常问的就是多少岁开始用眼霜是合适的 其实我是觉得护肤品这个东西是不分年纪的 它只看你的皮肤的一个状况 很多人二十几岁的年纪他的皮肤就很糟糕 就是比那些可能三十岁的女生还要糟糕一些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一些好的护肤品 或者说是用一些功效性强的护肤品 比如说眼纹的话 如果你长期的熬夜你到大概十九二十岁的时候 眼周问题就已经很明显了 那这个时候你再用一些很轻薄质地的那种 完全没什么功效性的眼霜 单纯补水的话其实是没什么作用的 那又有一些人呢日常保养的特别好 三十多了快四十多岁了 但他的皮肤看起来和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差不多 那你说他应该用什么样子的眼霜呢 所以我觉得护肤这个东西呢是不分年纪的 而是看你的一个皮肤情况 那找准你的皮肤问题 以及你想要去改善的一个问题 去选择你需要的产品 比如说眼部产品的话 你是想要去黑眼圈 还是去细纹 还是说你的眼周有一些就是松弛的问题了 你想要它紧致一点 还是说你早上起来发现眼睛会经常容易浮肿 那想要去浮肿等等等等 眼周的问题你要针对你想要解决的问题 去做一个选择 而不是说我多少多少岁了 我应该选择什么产品了 所以我的想法大概是这样的 那因为大家我觉得应该都熬夜比较多吧 所以应该对于黑眼圈有很大的困惑 首先我来讲的呢 这一组呢是La Perry的一个眼部组合 我自己觉得它应该是要配套一起用的 首先是白鱼子的这个眼部精华 它是一个精华 然后它的用法呢就是这样拧开之后 它会有一个这样子按压的滴管 按压出取亮 然后再用于眼部 这个已经是我的一个空瓶了 所以没有办法给你们看质地 它的一个质地呢 挤出来会有那种亮晶晶的一个 像闪粉一样的东西在它的乳液里面 然后那个闪粉它是可以用来做一个眼部提亮的 所以它在对于去眼部的暗沉 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然后这个白鱼子的眼霜 我觉得它非常的清透以及滋润 它不会很粘腻 用完之后不会长那种脂肪力 然后它因为清透的质地呢 我觉得夏天是非常适合用的 我自己已经是囤货 囤好一组新的了 在后面standby继续用 我自己用完之后觉得 它是对于去黑眼圈 以及眼部暗沉 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而且我觉得白鱼子的这个眼霜 它其实如果你的经济环境OK的话 我觉得它可以当做一个淡斑精华使用 因为它里面是有一个击退黑色素的成分 像你眼周的黑色素 它帮你击退了 那有的时候脸颊上长了一些小雀斑 我之前我用的特别快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眼霜除了涂在眼下肌肤 然后上面会带到之外 我有的时候会带到一些法令纹 以及脸颊的一些地方去一起 然后这样去用 那我在用完之后就发现 我整个的这个苹果肌的三角区 都有被提亮 所以如果你蛮感兴趣的话 想要对这一部分做一个提亮的话 是可以试一下它的 虽然价格是有一点高 但是我觉得它确实是在你用了之后 会给你一个很惊艳的感觉吧 做完白鱼子呢 再来说一下它们的蓝鱼子 这个拉漂亮的蓝鱼子呢 我觉得好像是市面上用的人最多 然后小红色上面测评最多的 一个组合系列了 我一开始买的是它们的眼霜 但是我觉得它稍微有一点点 没那么好推开 后续我去查了一下 就发现它们有一个这样子的眼睛滑 就去入手了一支这个眼睛滑 眼睛滑用起来非常非常的快 眼霜的话大概是 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样子 眼睛滑一个月大概就要用两瓶左右 所以呢眼睛滑你可以多买一点 眼霜买一瓶先这样试一下 蓝鱼子眼霜它主要针对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眼部有一些松弛以及细纹的问题 像是对于一些初老年纪的宝宝们 你可以去选择蓝鱼子 你对于黑眼圈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 但是你觉得你的眼中 稍微有那么一些松松滑滑了 或者说是眼皮有一些大拉下来 就一点点了 然后你有一些细纹的问题呢 你可以去选用蓝鱼子 蓝鱼子它对于去眼底细纹 我觉得有一点点那种 也不能说的太深 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瀝干镜的效果 因为我之前眼下有两条眼纹 然后我在用了它之后 现在就是只有一条那个眼纹 另外一条应该就算是假性眼纹 在用完眼霜之后 那条假性眼纹就直接消除掉了 但是眼霜呢 这个东西就你不要当它是医美 医美的话是可以立刻见效的 服务品的话一定要长期坚持去用 就算是这种特别贵的服务品 你不要以为你买回来 供在家里你脸上的状况就能好了 一定要是配合正确的手法 以及长期坚持去使用 然后你的皮肤状况才会得到改善 这个蓝鱼子的眼睛滑 它挤出来是透明的那种质体 非常非常的滋润的 就它其实除了说是跟 它La Perry自己的眼霜去叠搭使用 它也可以和另外的眼霜去用 例如你觉得你的哪个眼霜 它有一点点干没那么好推开 你就可以买一瓶这个眼精华 作为一个基础打底 先去把它涂上 然后吸收一点之后 再去把你难推开的那个眼霜 涂抹上去 这样子一个叠配使用的话 其实它的效果会更好 你后续的眼霜的那个效果 发挥的也会更好 但是我自己呢 就是两个一起叠搭去用的 因为它毕竟是官方出的 一个黄金搭配CP嘛 就像是白与紫的那一套一样 连包装外表都一样的 那你既然用了就用一套了 前面讲完了美白去细纹 接下来说的一个是 我觉得它用于眼部去服种 非常好的一个眼霜 就是SK2的小红瓶眼霜 和大红瓶一样 它们的质地都是那种 有一点点淡黄色的 里面还被我用剩一点点 洗心厌旧了 所以就没有接着用下去了 它的一个质地 整个也是非常好推开的那一种 但是呢 它对于眼部去黑眼圈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效果的 所以如果你们是想 解决黑眼圈的问题的话 是就不用考虑这一瓶了 我说话有点直接 但如果你眼下有一些 细纹干纹的问题 你笑的比较多 或是说你睡的比较晚 那么你用这一瓶 小红瓶眼霜是可以去 得到一些改善的 那像我日常有的时候 睡得很晚 第二天早上起来 会发现眼皮这边 有一些泡泡种种的感觉 再配合小红瓶的眼霜 做一个眼部的按摩 情况会好很多 SK2它们的眼霜呢 是获得了好几项抗老技术的 一个什么大奖的 如果我想要去眼纹的话 我会尝试去使用一下 那是LAMEL的绿皮眼霜 你看上面都被我用到 有一点那个字都脱掉了 它呢也是我的一个空瓶了 这个已经用完很长一段时间 算是我攒折的一个空瓶了 所以其实对于它的一个感受 我是比较久远一点的了 当时用它最大的感受 就是它用来去浮肿非常好 因为配合一起 有一根那个按摩棒 那个按摩棒已经被我弄不见了 然后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把眼霜涂好 然后用按摩棒去按摩一下眼部 消肿啊 以及就是立刻让你 马上恢复到一个眼睛神采 意义的状态是非常快的 然后这个眼霜它里面 是有一些体量成分的 所以它在对于去黑眼圈 是有那么一点点效果的 当然我觉得它的效果 一定是还是没有白鱼子的效果好的 那LAMEL的眼霜呢 分为是白瓶和绿瓶 我只用过绿瓶 白瓶我还没用过 白瓶据说是主要针对的是紧致 然后绿瓶呢 针对的是去红血丝以及黑眼圈 两瓶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分别是不同的功效 但是它们对于去眼部的干纹 好像都是非常有效果的 要来讲最后一组了 最后一组就是 最近正在使用中的一个眼部组合 首先呢是亚诗兰黛的大眼精华 它是一个眼部基础打底 然后呢是POLA加的黑BA的一个眼霜 这一支眼霜呢 因为我觉得它的质地实在是太干了 真的好难推开 所以我会搭配一个这样 好推开一点的眼精华去两个一起用 这样它的吸收也会更好 因为正在使用嘛 里面是还是有料的 所以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质地了 它里面会有这样一个调放 它的一个整个质地呢 是这种乳白色的 非常好推开 也非常的轻薄轻透 而且涂上之后 都不会有那种绵绵腻腻的感觉 我就会比较喜欢上 这样子的一个质地的眼霜 如果会有任何的红红品 黏在我脸上 会让我一整天非常的不舒服 化完妆之后 都会觉得超级的不舒服 因为我自己觉得 眼部的一个问题比较严重嘛 所以我呢会日常搭配精华 以及眼霜去使用 那如果你们是比较年轻一点的 或者说是早睡早起 没有熬夜 喜欢那么重的 眼部问题没有那么厉害 其实它单独作为一个眼霜去用 也是OK的 而且它里面的这一支条棒 跟刚刚我说的Lameo的那个 它里面有一个按摩棒 其实感觉差不多 只是它那个按摩棒是磁棒 这个按摩棒呢 是弄了塑料头 你也可以这样去按 而且它是可以单独的去点这个穴位的 Lameo的按摩棒 我弄不见了 就是因为它和这个是分开的 这个按摩棒是直接就放在这个瓶身里面 所以就非常的方便 日常不会弄不见 最后来讲这个 Pawla的黑币A晨光眼霜 我一开始是被一个女明星中草的 她说自己这个黑币A的眼霜 用完了大概有个七八九十十一支 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么好用了 然后我自己囤了一支回来 我觉得它的整个质地 给我的感觉就是 没有那么的容易推开 我们看 推开之后它还是会有一些那种 就是整个推开过程 不是那么像眼睛滑那样 一抹就开了 它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这样揉压 按一下 才会慢慢的去吸收的 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厚重 但是呢 它的一个成分里面 因为据说是可以重组你的皮下组织 很多人就年纪大了之后 上眼皮会松 它就是用了之后 你整个的一个眼部紧致问题会变得很好 这个眼霜它有一点好处呢 就是你们看它的这个头 它的头上面有一颗小小圆圆的这个珠子 它呢是帮助你日常做一个眼霜取量的 因为很多人我也有看 你们有问我眼霜要用多少 包括防晒霜要用多少 你们都不知道 那它的用法其实就是你挤出来的这个大小 和这颗珠子是差不多大的就OK了 就这么大的大小 然后用在单边眼睛上上下眼皮都要点涂到 但尽量不要去拉扯你的眼部肌肤 而且在改善这些问题的同时 还可以帮你去除皱纹去除细纹去除黑眼圈 然后紧致眼周 它算是一个全效型的眼霜 但是具体的一个完整的使用效果呢 还要再等我用一段时间 因为我最近真的是刚刚才开始用这两组 但我觉得使用感受是还不错的 可是如果单独去用黑币A眼霜的话 我就会觉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难推开 但它还是不影响一个日常的使用以及它的效果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 值得入手的千元左右的眼霜推荐 眼周呢它是最容易暴露我们年纪状态的一个部位 所以我觉得眼周的问题如果出现了 尽量的提早去解决是最好的 每天在跟人的交流当中 你可能会笑会有表情 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 那牵扯最大的就是你眼周的一个皮肤 所以我觉得对于眼周的护理 一定要早早的开始去做好准备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了 希望今天这条分享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下一条视频再见吧 拜拜